跟Y 距離這個 的距離 那要怎麼畫? 當然這個方式很多 用這個樣的方式畫也可以 做一個方形 它的X方向是17 Y方向是18 那我們這時候就找到這個 這是它的 圓點 圓形 那這時候我們就做畫圓的動作 一樣點這邊三角形的部分 移植圓形點畫圓 來這個圓是 R是12 R12 OK 好那這個圓就畫好了 那接著我們要把 方形 刪掉 如果要 把這方形一次刪完 按下 Shift 點它其中一邊 這時候它是 變成黃色 再按下Del 就可以直接刪掉 好那接著我們做修剪的動作 修剪 修剪 這個我不要了 修剪 這個我不要了 修剪 好那這個地方完成 接著 來這邊也有 那我們這時候小小偷籃一下 用近色的方式 來近色在哪裡 這個地方 近色按下去 選擇 選擇要近色的圖數 按下 Enter 這時候這邊有好幾個選項 這個是 對X軸近色 對Y軸近色 這個是 極坐標 它這個可以打上 你要近色的角度 這個是直線 那我們這邊是用兩點就好 剛好用它的中心點 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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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過去 好這邊選 複製 打勾 這時候它就偏移過來了 然後再按 修剪 修剪 來 這地方就完成了 好那接著 這邊 要往上偏移 我們找一下它的尺寸 來這邊 大家要小心一點 它剛才 我們剛才17 18 那是找圓形點 那並不是說 這條直線的高度是18 大家要小心一點 所以 這個高度是多少 我們看一下 剖面BB這個圖 我們可以 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有給我們一個尺寸是 ABCD的1 1 0 減掉0.04 所以我們要畫 1 減掉0.02 對不對 那我這時候 假設1的值是25 一樣 我們做偏移的動作 偏移 假設它是25的話 25 減掉它的中間值是0.02 OK 這條線就便宜上來了 小心喔 這邊是一個陷阱 大家要特別小心一點 那接著我們做 這邊有倒角的部分 這邊它是寫6個R3 6個R3 這邊 R3 1個 2個 3個 4個 1 2個 1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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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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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7 那这个颜色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做 不管是你是做 等一下会做到 平移啊或者是近色 你只要有用到这个功能之后 它这个颜色就会不太一样 那这时候你就按下 滑鼠右键 清除颜色 这时候它的颜色就会一模一样了 就变成绿色 好那这个地方 大家要特别注意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 要做打断的动作 因为我们等一下这个是要挖槽 这个是有不等高 但是你的线如果是一体的话 你这样会没有办法做 所以我们要做打断的动作 按下这个 按这个打断 点下去 我们要打断的部分有它 它 OK打勾 来我们检查一下它是打断了 有这边打断了 打好了 OK 好那207 它的画图的部分 就到这边 就搞一个段落 打钓 不动 打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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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